在新竹这边发生了一起水泥槽车爆炸的意外 有一辆水泥槽车开进水泥工厂准备卸货的时刻 没有想到它车槽的密封盖没有盖好 突然发生了爆炸 工厂里头一时烟雾弥漫 画面看得让人触目惊喜 水泥槽车开进水泥工厂准备要卸货 没有想到车槽封闭的盖子没有盖好 瞬间爆炸发出巨响 水泥槽车喷发出了大量的煤灰 瞬间烟雾弥漫 煤灰四散 整座的水泥工厂突然的被完全的覆盖 这一台水泥车开灰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 煤灰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有一辆红色的水泥车看到了状况不对赶紧开出来 从画面上看到滚滚的煤灰不断的扩散 像土石流一样 一下子就把整座工厂完全的吞没 不过类似这样的意外 在今年的一月间也发生在台中 有一辆水泥车喷发出来的大量的煤灰 被风吹向旁边的高架道路 险些那样成连环车祸 而这一次的新竹的意外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黄志昌新竹报道